選舉後沒有休息 甜蜜期 一大早柯成坊展開卸票行程 接下彰化縣長王惠美立委的棒子 抱住藍營補選唯一喜次 我們互相深港主辦 深入了一個村里 感謝所有的支持者 我們特期的支持 三重台南兩地 雖然無法綠地變藍天 但從綠營鐵票倉 懸殊的差距 利品選戰打到將近五五波 競選期間 南下北上全力輔選 身為藍營三子之一的燕子 台中市長魯秀燕 認為這樣的結果雖敗猶榮 雖然我們沒有贏得勝選 可是也代表我們的政策 我們的候選人非常努力 什麼叫做奮戰不懈 什麼叫做雖敗猶榮 我想這個謝龍介 或者是鄭世偉就是最好的典範 從來沒有得票超過兩成的選區 可以有這樣的成績 可見寒流的威力仍是不容小覷 被問到藍營2020的走向 韓國瑜是否會出現 陸秀燕回應 又能把國家帶到正確的方向 又能選贏 國民黨在這方面的黨內候選人好幾位 雖然我們的黨員各喜各愛 各有支持者 不過還是要經過黨的一個程序 那不管怎麼樣能達到這兩個目的的人一定能夠脫穎而出 陸秀燕表示自己也是從立委這樣走過來 浮選深入基層拼經濟的政治理念奏效 炫票大幅成長 雖然只搶下一期立委席次 陸秀燕相當樂觀 認為民進黨贏了面子 國民黨則是贏了禮子 記得許一文 李文哲 SN小組 泰中採訪報導